Islam 哈嘍 大家好 我是小雨 终于又见面了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马上就已经要入夏了 因为天气渐渐热了嘛 所以没有办法做很多叠穿的元素在穿搭里面 这一期呢也是做了一些比较日常简单 然后色调看起来比较舒服的穿搭 第一套呢整体走的是一个粉蓝色系的穿搭 上衣是一件带一点冰丝质感的T恤 背后有一个粉红色爱心型的骨架 这几个品牌字母的印花是带一点立体凸起的感觉 下半身搭了一个肉粉色的胃裤 居家穿又很舒服 然后出门逛街也没什么压力 小个子上身还是蛮友好的 正好到鞋面 像这种大批序 如果大家觉得太长的话 可以学我用两个皮筋 把它的左右两侧分别扎一个小啾啾 然后往内收 收起来之后呢就是我想要的长度了 鞋子搭的是一双高帮的帆布鞋 然后再配了一个很学生的帆布包 这一套真的好青春校园 超级适合大一刚入学的小学妹 喜欢的朋友记得扣一哟 接下套给大家准备的是 带一点点森系的小田原封 那搭是一个很可爱的娃娃领的衬衫 里边做了一些木耳褶 虽然这一件是长袖 但是因为面料体感比较凉快 所以我觉得夏天穿也没什么问题 外面搭了一件背心裙 可以看到背心裙的腰和这个木耳领还蛮配的 都是一个小碎者的设计 面料底色是有点微微发黄的 再加上粘缩的后工艺 所以整个面料看起来就会给人一种比较复古的感觉 鞋子搭的是我今年新买的一双小凉鞋 配上这个我很喜欢的立体小花花包 这一套穿搭就完成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扣衣哟 第三套就会有一点偏男孩子了 上身搭的是这一件棉杆很强的硬花梯 它的颜色是比较日系复古的灰蓝色 搭了一个牛仔的五分裤 这条裤子我感觉对离形身材还蛮友好的 然后裤子自己也自带了一条皮带 对于我来说我喜欢把它下摆翻两翻来穿 就感觉这个长度比较适合我 鞋子呢搭的是比较常规的板鞋 这个包包也是我最近新买的一个小小包 它的袋子长度就是刚刚好到腋下这样 其实帽子跟T恤的印花图案还蛮配的 那这一套穿搭呢就完成了喜欢的朋友记得扣衣哟 第四套呢真的是超级超级小公主的一套穿搭 里面内搭的是一个比较宽松的抛抛袖的裙子 面料上手真的超级超级舒服 非常柔软透气 这条裙子单穿我觉得就已经很好看了 我找到了一件很复古的小猫胸衣 它们两个搭在一起真的好和谐哦 而且又超级显腰身 再搭了一个刺绣的小花包 公主裙就应该配公主鞋 超级少女心这一套喜欢的朋友记得扣衣哟 第五套会偏稍微成熟风格一点 上衣是一个比较颜细的条纹衬衫 是无袖的 但是它的落肩做的比较长 所以你正面看它会自然的形成一个褶皱 视觉效果就是一个扑克人 裤子搭的是我最近买的这条牛仔裤 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神裤了 它的腰线呢是毛边的 下面搭了一双比较复古的回丽 因为我觉得黑色和红色两个颜色搭起来特别高级 所以准备了一顶红色的帽子 再加上这个链条包呢 这一套相对比较混搭的穿搭 就完成了喜欢的朋友记得扣衣哟 第六套穿搭呢颜色也是比较偏奶茶色系的一套穿搭 这一件男女通穿的T恤 它的印花已经是那种做旧的感觉 上面是一个no words的印花 版型是偏大的 感觉买来是可以和男朋友共享的 裤子呢配的是最近我刚买的一条米白色的背带裤 这个背带裤真的很棒 因为它中间是有拉链可以拉开 可以让上厕所变得方便很多 下面搭的也是这个高帮的帆布鞋 小个子的话可以把裤脚稍微卷起来穿 会显得更精神一点 背包呢搭的是这一个出镜了好多次的洗衣包 那么这一套穿搭就已经完成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扣衣哦 最后一套还是逃不开我超喜欢的单品 连体裤了 里面搭的是这一款以前初见过的白T 外面就是这一条连体裤 这个面料真的超级薄很透气 很适合夏天穿的连体裤 页下还做了一个抽绳 大家都知道这种裤子会很容易显得很水桶 所以这一条视觉上看起来还是有一些腰身的 我搭配的是一顶牛仔帽 这一个最近刚买的手机包 很适合这种带一点工装的风格 鞋子呢搭配的还是这一双很百搭的小凉鞋 这一套穿搭就完成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扣衣哦 那么今天的穿搭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给我留言评论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帮我点赞投币三连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